啊 还有你干什么 拿那么多绿宝石是想干嘛 绿宝石的EMC可是很贵的呀 哎呀 没事 你没发现咱们家楼底下有那么大一条周波列西吗 万一过几天突然爆炸了 你这么辛辛苦苦造出来的房子 岂不是就要遭殃了吗 那你拿那么多绿宝石就有用了吗 俗话说的好 有钱能使鬼推磨 说不定这条周波列西比较喜欢绿宝石呢 而且你没发现吗 迄今为止 我好像从来没有见过被周波列西给无缘的绿宝石 有个才见过的 谁会没事把绿宝石钻石放那种东西边上啊 此言差异 你没发现整个村庄都没了 可我的绿宝石厕所却坚持到了现在吗 哎 话说你给我这桶死亡之水是干什么的呀 你的西角水吗 你 你可不 不跟你吵 给我来吧 我给你看看这桶死亡之水的真正用处 不要这样吧 我再选一个离咱们家远一点的地方如何 也是 哎 万一出了什么劳子 我可不想辛苦收拾 死亡之水 为什么叫死亡之水呢 顾名思义啊 它就是死亡之水 来人 把这个银沙号给我抬出去 出了吧 超厉害的 剧毒液体 好像不能做成无限水 我去 这水怎么还有伤害啊 没错 就是这件道具 专门用来针对这个世界最终BOSS的道具 没想到啊 表面上看着光鲜亮丽的女孩子 被地里面的洗浆水居然这么恐怖 洗你个头啊 不理你了 哎 别啊 再告诉你个秘密 你把这桶洗浆水 快一拍拍拍拍 你把这桶死亡之水 落到小动物身上 会有神奇的事情发生哦 没反应啊 哎呀 你找个买水的地方不就行了 看我这里 如果把死亡之水给浇在这些猪猪身上啊 猪猪在被加工以后 不仅会掉落原本的猪肉食材等道具 甚至还会直接掉落魔法水晶哦 哦 那么厉害吗 哎呀 突然就很想知道 你在里面洗完澡之后 可编成什么水晶 嗯 你是魔鬼吗你 你才是魔鬼好吧 天天就知道吃僵尸猪呢 我这不是为了把终极boss给引出来吗 谁叫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屠龙勇士呢 不过说来也奇怪啊 你没觉得这个世界的魔影龙太好欺负了吗 什么意思啊 我们似乎轻而易举的就长到了魔影龙的老巢 然后又轻而易举的消灭了魔影龙 会不会这一切进展都太过顺利了 你这话我就听不懂了 难不成还有其他魔影龙存在吗 别说了小月 雨蝎在这里啃这些既难吃又恶心的僵尸猪呢 不如我们主动出击 嗯 你干什么啊 你要不说我还没觉得有问题 被你这么一提醒 我就感觉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气息 为什么魔影龙那么早就被我们轻易消灭 为什么幕后黑手迟迟不现身 想知道这一切吗 想解开所有的答案吗 欢迎下载优酷手机APP 可以通过视频下方评论区的方式 向我提出一问 魔影龙究竟是否依然存活 幕后黑手究竟是谁 你的问题我来解答 不如我们再去一趟墨地 不就知道这场事件的幕后真相了吗 事不宜迟 这就走 怎么回事 我怎么感觉生活有什么东西在盯着我 哎呀 快走啦 发鼠目呆啊